位于淡水的国泰女篮球场好热闹 中华篮 中华白两队超过20位球员 齐聚一堂集训 开头的基本动作合体练习 战术跑位分开进行 再与篮白分组实战对抗 两队一起集训除了能缓解篮队伤兵过多问题 也有助加速白队成长 只不过目前为止 学妹还是被电的成分居多 因为姐姐碰撞性太强 对 然后有时候都被打倒 就是可能摔倒啊什么都有 继闻姐跟丽云姐 因为他们就是挡人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然后就会被挡然后就摔倒 对啊 然后就被家里妈说 就叫我硬一点 但是每次打完就是会 可能这边一个欧成一个欧成这类的吧 对 因为碰撞就比较多 丽云姐吧 就可能一个挡 我的杯就开了这样子 他们强都给我们那么强 所以相对的我们练到也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能给姐姐练到的 也就是我们的就是速度啊什么的 也就是互相学习 互相 作为互相的榜样这样子 这几位大学老屁股 面对学姐都没折了 至于阵中年纪最轻 才刚满十九岁的彭晓彤 除了球技层面 和前辈们沟通相属 更是大考验 还是会紧张啊 因为毕竟这里都是全台湾最好的选手 然后毕竟我是球场上的后卫 就是我还是要发号实力 就是不懂的我还是要去问他们 教练下令还是要就是要做 只是很多姐姐都会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 我就会就是一起学 就是看他们怎么临场反应 彭晓彤尽管是中华白队 还好郑中有一半是文化大学队友 原本就有一定默契存在 他也期待把握重思培出体验 累积更多经验和能量 伟大体育新闻采访报道